最近美国金融领域接连出了几件大事都值得我们关注啊 第一个呢是又有一家银行倒闭了 这倒闭的这个银行虽然不是什么大银行是家小银行 但它也是银行倒闭啊 这是性质摆在这的 对不对 还有呢就是美裕这个平级这个机构啊 对美债啊做了一个降级处理 有以前的这个三个AAA 这是最高级别的 现在降级了变成AA+,AA加 这个降级处理呢 对于这个美债啊 这个信誉啊却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 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叶伦都急了 都跳脚了 坚决反对啊 strongly disagree 坚决的不同意 那么从长期上来看呢 这对美元的这个在国际上的这个国际货币地位啊 也是一个冲击 那另外烧带脚的呢 对于美元的币值 它的含金量啊 也有负面的影响 那么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现在除了美国之外啊 这个世界各地啊 各国都在啊 悄悄的不断出手这个美债 不叫抛售啊 抛售是短时间啊 大量的往外出手 出手就是慢慢的出手啊 这个这个这个性质 这个趋势啊 是出手 它不是买进 你看这礼拜里啊 这就差了好多 那出手美债呢 包括中国 这个不用说了 其中还包括美国的一些盟友 比如说英国 英国也干这事 那伴随着美债遭降级呢 还有一个民调 这个民调也是 是反映了美国现在的一个 这个这个民情的现状啊 这个民调显示呢 就是现在的 对于特朗普的支持率 和对拜登的支持率 已经打平了 全是百分之四十几 打了个平手啊 这个难分伯仲啊 那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了几点问题啊 第一个呢 是老百姓啊 对政府的这种工心力啊 这个产生了怀疑 也就是说啊 这个不再 那么百分之百的相信政府了 那第二点呢 就是民众呢 也有自我思考的这种能力 不再像以前那样 跟着媒体带着风向跑 以前媒体说什么就信什么 不宜有他呀 那现在呢 就要多提一个疑问了 那第三点呢 就是现在美国的选民啊 分阵营了 基本上是两大派 这两大派的话呢 互相矛盾啊 你说的呢 我不信啊 我说的话呢 也不指望你相信 反正你说的我是很不信 我说的话呢 那只是在我这个阵营里边 有这个同盟层啊 在我们这个同盟层里边欢乐 也就足够了啊 不指望别的了 那一家小银行的倒闭啊 总体来说对美国的金融体制造成不了太大的风暴式的那种影响 但是呢 这个是一夜之秋的意思啊 就好像这个秋天到了 那秋天啊 跟春天是不一样的 春天呢 是这个这个新芽就发出来了啊 这个树上啊 长出新芽来 那树叶呢 越来越多 那秋天呢 是这样啊 过了夏天呢 这个枝番叶茂啊 已经长成了啊 但是呢 秋风瑟瑟一来啊 就开始有落叶了 你要从树上啊 这个初秋的时候 从树上掉下几片叶子来呢 那那棵大树啊 依然还是枝番叶茂 总体来讲的话呢 还是啊 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这个初秋 到中秋 到深秋 到初冬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啊 这个叶子慢慢就有这个落光的这个趋势啊 这种现象叫做什么呢 中国古人呢 把这种现象叫做波 啊 就是玻璃的波 玻璃的波呢 就是慢慢这个脱落的那个景象啊 还有一句俗语叫做什么啊 海水一勺便可之味 你不必要把这个大海的水都喝完了 你才知道它是苦涩的嘛 啊 喝一勺就够了 那惠玉把美债降级 这是个大事啊 就是以前美债呢 是一直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啊 那个避风港 你有钱 你投资 你这个存起来 你让它保值 这都是非常安全的避风港 这就是美债 那现在呢 这种啊 美债的光辉呢 已经被美于的降级啊 等于是啊 在美债的这个光辉的脸面上啊 这个忽了一层泥巴啊 这个已经让它蒙沉了 那美债降级啊 从三个A降到AA plus 这有什么影响 有很大的影响啊 比如说有些国家啊 他有这个规定啊 就是说呢 有些这个基金方面的这些事啊 他要说买这个国外的这个公债啊 他有个规定啊 就是说非要AAA级别的不可 如果不是AAA级别的 他就要 那个电脑自动 他就不买了 你说这个影响那会有多大呢 相当的大呀 还想这次惠玉给美债降级呢 他这个申诉理由的时候啊 有那么一个词啊 这个应该引起咱们的注意 就是说对于美国政府的这种啊 治理能力的恶化啊 他提出了质疑 他叫什么 Deterioration of Governance 尤其是在这20年来的啊 就是说美国政府对于这个 这个美债的这个上 对于美债上边在哪个点上封顶这个事啊 一直啊 就不太令人满意 还有一点啊 就是包括啊 2021年的1月6号那次啊 这个暴力攻占国会的事件 这个呢都反映出美国政府的这个治理能力啊 遭到这个商界人士啊 金融界人士的这种质疑 还有呢 就是前一段时间6月份吧 这个国会啊 跟这个白宫啊 总算在最后一秒钟啊 达成了这个这个解决债务上限的这个协议啊 这个呢也是在会议看起来的话呢 这也属于啊 政府治理能力的一个这个一项内容 你怎么能够搞到这一步呢 啊 你看共和党民主党好像在那个啊期间呢 那一段时间呢啊各自啊都很得意 说这个你看我们熬到了最后一刻啊 这是我们党的这个胜利啊 对方也是这么认为 你们两党在那互掐呢 互相打架也就算了 你们这个自明得意 但是呢 旁边看的那些金融机构啊 他们可是啊 你们每一个动作都看在眼里了 你们的这些动作啊 自以为啊 这个了不起的 但是别人呢 不是这么看 他们是冷眼旁观 有另外的解读啊 还有一个就是前任总统特朗普呢 被联邦大陪审团呢 决定要正式起诉了啊 走这个法律程序啊 起诉他在2021年1月6号那次啊 暴力公正国会事件当中呢 他扮演的角色是这个鼓动啊 煽动啊 背后指使啊 给他提了多少个罪名啊 如果这些罪名到最后 如果说好 要是都成立的话呢 那他都有啊 这个坐牢的这个危险 但是呢 他被正式起诉之后啊 我们观察哈 特朗普的这个民意支持率啊 不降反升 那这说明什么呀 那说明啊 这个美国啊 现在社会上确实是啊 已经分开为啊 两大阵营 而且这两大阵营之间的这个矛盾啊 越来越尖锐 越来越对立 越来啊 越不可调和 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你说的我不信 我说的也不指望 你信什么 那如果啊 这个两派阵营 如果说是矛盾进一步的尖锐到 达到一个不可调和的一个点上的话呢 那很多人就担心美国会发生这个内战 那说到中国出售这个美债呢 上一次出售那是大手笔的啊 这是哪一年呢 两年前呢 应该是一下子出售了四千亿啊 这个中国现在已经有的美债呢 手上的这个美债是八千多亿嘛 那现在啊 中国也是不断的啊 在这个小规模的出售啊 这个美债 它不是买进 上次耶伦啊 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访问中国之后呢 啊 他是实际上我们观察 他想办两件事 一个呢 是让啊 中国呢 停止继续出售美债 另外一个呢 除了这个啊 啊 还要希望中国呢 多买进一些美债 看来现在 他的两个目的都没有达成 因为现在美国缺钱花啊 这个缺钱花的这个人呢 最怕两个啊 一个是借不到钱 另外一个的话呢 是追账的来了 恰恰呢 这个又是借不到钱 又是追账来了 那现在出售美债的国家有多少呢 据说有121个国家正在这么干啊 那这个出售美债啊 对于这个美国来讲啊 就好比这个银行遇到挤兑了 你看挤兑的话呢 中国内地啊 前多少年 有一个连续剧啊 就说的这个挤兑 说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有一位啊 这个爱国企业家啊 他对员工特别的好 但是呢 跟他竞争呢 有这个汉奸企业 有汉奸银行啊 这个这个爱国老板呢 就特别的聪明啊 他这个跟员工 的关系处理特别好 他说发放你们每位员工啊 两块大洋 那个时候还是银本位的嘛 两块大洋 但是这个两块大洋呢 你们先别花啊 我给你们啊 这个都存在这个一一一家银行里头 那家银行就是那个汉奸银行 因为那个汉奸企业跟汉奸银行 他们是勾连的啊 汉奸企业买的那些设备啊 都是从这个汉奸银行里面上搞的贷款 等到了某个点上啊 这个汉奸企业出事的时候 他那个社会啊 机械出事的时候 这个爱国企业家啊 他这个老板呢 那就号召他这个自己这个企业里边的那些员工啊 你们都给我啊 拿着这个村职啊 到那家银行里边给我去排着队去取款去 每次啊 你不是两块大洋吗 你别一块都取出来 你分两次取啊 他就造成了那么一个声势 那么一个场面啊 外人一看哦 那家银行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一打听 全是去挤兑的啊 这个所有的哈 在那家银行啊 有这个存款的全都去挤兑 这么一挤兑的话 那银行就瞬间倒闭了 那对于美国的这个金融体系的一个打击哈 啊 上个世纪70年代初 哎呦 法国总统戴高乐 他是1970年去世的 他这个生前干的最后一件大事 就是挤兑这个美元啊 他把这个法国现有的 当时现有的那些所有的美元都拿出来哈 都买成黄金了 那个时候不是美元跟黄金挂钩吗 这个大高乐说你既然有这个承诺 那你就得啊 这个这个履行这个承诺 我手里有美元 我现在要换成黄金 你不换都不行 所以法国戴高乐那么一带头的话呢 其他国家呢 也就跟着跟进啊 一下子呢就把美元呢 啊 挤到墙角了啊 不得不就加快了啊 美元跟黄金脱钩的进程 那现在大家都在抛售美债 那抛售美债呢 给这个抛售美债的这个趋势啊 火上浇油了 对吧 那就是汇誉把美债降级了 那就是汇誉把美债降级了 给这个温度 这个汇誉大概是关键的 也就是打开打开 shots 优优独播限定 因为他们要硬了 就算了